欸大家好 上我 欸等一下 我是小欸 大家有上過國小吧 對不起 國小對我們來說是超級沒力吃的 因為 我們國小都超胖的 你們應該有看過我破過我以前的照片吧 就是 都是被我賣的嗎 我還記得我國小畢業的時候都140公分嘛 130幾 我記得我那時候比他高一顆頭 對啊 那時候比我高一顆頭 然後他都這樣看我的 你要打球啦 打球可以找高啦 昨天真的今天 對 這是我的畢業建設 等一下 蛤 什麼東西 這是放我的畢業建設 嗯哼 然後我們大家看一下 他自己的簽名 剛剛為什麼我說自己簽名啊 為什麼我畢業建設要簽自己的名字 到底 欸你的簽名在哪裡 我簽名在這邊啊 好醜喔 有如美的 這是我們可愛的校長 她是修女 我還記得我們國小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聽主教學校嘛 所以我們國小的校長是修女 然後那時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 你們有看過修女發飆嗎 國小的合照 我在這裡耶 這是你喔 對啊 那我在哪裡 你在這裡啊 喔我們國小的老師 我們的班導在哪裡 欸 我們的英文老師 三四年級的班導 對啊超兇的 他會拿那個什麼愛的板板打手 尤其是我被打得最兇 這是我們的班導 欸我們的自然老師 那是因為我們因為這是自然老師 然後超喜歡自然課 我們電腦老師 那時候電腦課的時候 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轉捏點 你們聽不懂 就是那時候 我被他們拖去看一片啦 你們有沒有在國小就是犯錯之後 很不敢回家面對家人那種情形 連家門都不太敢踏進去 那時候我跟小黑國小同學嘛 然後還有另一個朋友 我們叫他小哲好 對我們叫他小哲好 我們那時候其實不是看影片 我們是玩那個射型遊戲 立的情色小遊戲 對立的情色小遊戲 這不能破 反正總而言之 那時候我們就被老師抓到了 欸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玩立的射型小遊戲什麼啊 像我那個小哲啊 那時候我們要玩一個什麼電車的 對就是有什麼 馬尾的 然後可以攻擊 一直點然後就可以 我有件靠背的事一定要講 你們知道國小都有大合照嗎 我他眼睛是閉上的 因為那時候我是個非常喜歡 在鏡頭面前的表現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拿到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疑惑問老師 欸老師為什麼眼睛是閉上的 就就走這張嗎 他就說 啊很不好意思啊 那時候 就是我眼睛沒閉上的時候 有其他三四個人眼睛是閉上的 然後我眼睛閉上的時候 大家也只有你閉上 所以就選擇 我眼睛閉上那張 這是我們的國小大合照 我眼睛是閉上的啊 XXX 往左邊移 往左邊移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就那個 你好可愛喔 因為那時候我們國小是私立學校 然後那時候人數沒有很多 然後只有兩個班而已 對 只有兩個中班跟一校班 對 六年中班 終於要到這裡了耶 這是我們可愛的名譽老師 這是小孩 這是小孩 然後這是我 我眼睛的那個時候 我們兩個都喜歡那樣嗎 我們兩個都被打箱了 欸真的 欸沒有啊 那時候我記得 在你轉學進來 我們的學校有錢 我們就要追他了 我好像是五年級的時候 才開始喜歡他的 六年級才開始正式追他 因為我發現他住在我家是五年 然後我還記得我真的追他介紹 我覺得追不到 我超可憐耶 我從國小一直被發好人卡 發到現在 欸沒有 我記得我國小六年級 應該是喜歡那個女生吧 六年級不一樣 我還記得我國小六年級 因為我們有中班校班 然後我六年級的時候 我是喜歡一個校班的女生 我覺得國小戀情都超單純的 我們在國小時期 都會一起同時喜歡上同一個人 而且重點是不會有情敵的 這種概念 對 就是我們 我們還會跟互相同 然後怎麼追他 欸你知道我今天送他娃娃嗎 我還記得那時候國小游泳課嗎 然後我還特別花五十塊錢 你知道國小五十塊多珍貴嗎 然後我找他去轉一個蛋 然後拿一個小小的吊師送他 我從頭到尾沒上他東西過 垃圾 他會不會現在在看我們的影片 應該不會嗎 希望 希望不 不然好尷尬 你還會覺得我不會朋友 天啊 這是我 欸這是我耶 我以前就好帥耶 你笑屁啊 這是你 這才叫帥好不好 沉思者 欸 打絕了 打絕了 Copy 你一定要拍這個 你一定要拍這個 對 那時候你頭髮超長的耶 天啊 這是我 這是我做的那個阿哲 他從國小到現在都沒有變 他是我鄰居耶 天啊 我懷念 喔 然後這個是四大天王的另一個 你知道 那些年有說過 沒故事中的那個胖子 然後 我們那時候全部人都是胖子 喔天啊 那時候國小舞台劇 我那時候演主角吧 對 你演主角 對 那時候演 那時候叫福樂吧 我還記得我從此之後 被開了很久的玩笑 大家都叫我福樂 喔 對 那一整年你都被叫福樂 黑福樂 那是我們那一拖了 我國小好胖 你說啦 我那個手臂 我的手臂比你酥耶 我還穿卡褲耶 我穿長褲 欸 國小就是要穿長褲啊 我好可愛喔 對啊 國小的時候大家都超單純的 後面這邊就沒有我啦 這次都沒有你的 那這叫黑暗屎啊 有一個東西可以證明我們兩個 從國小四年級開始就很熟 那沒問題 這張啊 對 我們兩個抱抱歉 你看 這是我 這是小黑 這是細狂眼鏡 應該這是小哲 我不知道他會看我影片 欸天啊 我以前超青澀的 這是國小一二年級的照片吧 這是我國小最好的朋友 只是他那時候 國小四年級就轉走了 那段時間我還覺得超傷心 我找他找很久耶 後來不是找到啊 後來高中的時候吧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我就突然在Facebook上面找到他 覺得超幸運的 你為什麼要在校班的時候站點 我們快去拍下去喔 不要啦 我還記得那時候還跟我講說 安靜的他長好 真的安靜 每天都一定要一句話這樣子 他超花痴的 就是我還記得我們國小 我們國小不是每個人都有植物櫃嗎 然後那時候我還會寫新書 然後塞大家植物櫃裡面 對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耶 天啊好害羞 在這樣講出自己國小的往事 我真的覺得國小很難過啊 被他欺負啊 哪有欺負你 你就有 你每天上課 就想說 XX好整喔 我去你拍 去 放學的時候 然後 XX好整喔 然後隔天早上 XX好 國小好懷念 你還記得 畢業電力嗎 哈哈哈哈 X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